越來越多食肆及連鎖快餐店推出折扣或食品優惠券 消委會去年接獲19宗有關優惠券不良銷售手法及不公平條款的投訴 較2011年的15宗上升4宗 消委會說 購買食肆會值或優惠券屬於預繳式消費 消費者不應該付出大額金錢 以免一旦食肆結業難以追討 又建議消費者在購買優惠券前要充分了解合約的條款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不得